记得回去跟家长说 以后我上次拜访啊 好 孙老师再见 完了完了 科技师没考好了 学要去高中了 妈妈 马上孙 妹妹回来了 走 帮我们出去买点好吃的 妹妹说马上怎么了 我说马上要一试下功课 先不出去了 这么懂事儿 那我们走了 做个小意思 我假扮成姐姐 让老师赶紧离开 这样妈妈就不知道了 我是不美 帮助小朋友 是不小妹家吗 嗨 你是不美吧 你妹妹和大人在家吗 孙老师 咳咳咳咳 他们那时有事出去了 诶 你怎么知道我是孙老师 咳咳咳咳 快进屋吧 这大人甜的 再拖下去 妈妈回来就露下了 孙老师 我犯了 不是 我妹妹犯了什么错呀 犯错 对呀 是不是因为没考好 等她回来我训她 时间不早了 老师你先回去 探索不安全 老师不能走 我得把这个给你妹妹 老师 老师 我在路边捡了个钱包 所以我今天是专门来鼓励你 十惊不媚的妹妹 不媚你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有点中熟 诶 孙老师来了 诶 不出所料啊 你们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你不愿和我们出去时 就猜到你有事 听说要去买好吃的时候 有明显推案动作 之后手摸鼻子说话 也是惯用的眼看唏嘘的表现 所以我们就提前回来了 行啊你 现在这歪点的越来越多 老师要来都瞒着不告诉我们 孩子骂消消气 其实啊 原来是这样 这孩子淘气是淘气 但还是有优点的 随我 谢谢 姐姐我很厉害吧 虽然这次又没考几格 但我有容易胜出 你都没有 来 进屋说个考试的事 舒服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